你不一定要把它当考试啦 我是觉得这就是两可啦 因为还有就是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去得到这个证照啦 我觉得这也不用 每个人你如果说觉得他是有目的性的话 你当然做几次来你就会患得患失 但是有时候你只是觉得 我觉得好像拿这个证照还不错 我只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为什么要准备嘛 而且准备到考试这段时间 你先假设一个月好了 你这一个月你一定要很有压力啦 我觉得只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并且把那件事情做完 而且拿到证照 我觉得这已经不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 到底需不需要走这一招啦 有时候其实 还有拿到这证照 我是觉得基本上态度相对是比 没有的人来的应该是积极很多啦 因为你说光要拿 拿这个证照你还要去报名 还要缴个报名费 然后还要知道这考试怎么考 然后还要去准备 花很多时间 这个已经是 对一般来说 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OK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是提供了一位参考 如果你没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 可能他仿天还有一本 专门的考试书籍 OK 那个可能还比这个更完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希望 输出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他希望得到一个 Jackson的档案 名称叫做Rice.Jackson 那他结构基本上长什么样子 理论上他是一定一个头一个尾 所以一个头一个尾 外面是一个大挂鼓 所以他希望说 帮我产生是一个字典 有没有 跟刚刚那个不一样 刚刚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那这个是一个字典 我看一下 如果拿这个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Jackson Editor 应该也可以 有没有 贴到Test 先把旧的Ctrl A Delete掉 然后贴上看看 OK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转成Tree 可不可以转 可以 它可以 所以你们如果假设 你希望在那个 Jackson Editor上面观察这个东西 应该也OK 所以呢 你贴上来之后 应该会更容易观察 也就是第一个 它外面是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有个Key Key的名称叫People 然后People里面的话 它的Value Value呢 是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呢 又有三个字典 OK有没有 三个字典 那三个字典里面呢 又有三个Key跟三个Value OK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要撰写出类似像这样的档案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呢 就有点像洋葱嘛 一层一层的锅 所以哦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最外层是什么 最外层是一个字典 所以字典就大瓜胡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撰写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 input一个Jetson 因为将来我要存档 存成一个Jetson的档案格式 所以我用inputJetson 那首先第一个 这外层它是一个大瓜胡 所以未来呢 假如说你要产生 一个对应的一个档案的话 那第一个我们先 所以哦 第一行我们就先建 建一个大瓜胡 所以这个data 这个变数的形态 它就是一个字典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让我们展开来 里面的话呢 它会需要什么 展开来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key 后面呢 是加一个串列 所以那我要怎么建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第二层 那我们就什么 在这个字典里面呢 我需要给它一个key 所以给它一个key的话呢 对不对 就是后面加上一个 中瓜胡 那里面的话就是它的key的名称 那我要赋予它的value的话 那就是等于什么 后面就是串列 然后当然呢 我现在先不要放全部 那你也可以整个就放进去 不过可能程式太冗长 所以呢 我们分阶段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先一个字典 然后再放什么 它的key 所以哦 如果它的key是什么的话 那就是它的key是people 我们就把它写在这个字典的里面 这个放进来 那里面的话要放三个串列 那我们先放个空的串列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放三个项目进去 放资料进去的话 特别注意哦 前面有讲过啦 就是用append的 如果你要放一个项目 那就是点append的 一个项目进去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第二个append 那如果你有多个 超过三个以上 也许建议你用写个回圈吧 比如说它的项目可能一百个 那你可能跑我一百个回圈 然后就把资料放进去 那我们展开来里面要放什么 里面的话第一个结构是 总共会有三个ID加上三个value 所以哦 那我们怎么把资料放进去 那当然你第一个append的话 它的编号一定是0 那放什么资料呢 分别放总共三个栏位的资料 一个是ID ID就是它编号 然后第二个它名字 第三个它的国家 OK没有 所以这个 那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典 所以记得外面再加上一个大瓜 然后呢 它的key跟value中间记得加冒号 资料跟资料中间加d点 那这样都第一笔了 那第二笔的话在append的第二个 再append的第三个 OK 那这样的话 所以哦 特别是上面这几行 总共有什么 1 再加上4 总共5行这个程式 基本上就是什么 产生我们的Jetson的一个结构 所以特别说这个 大瓜胡在这里 然后一个key 有没有 就是Jetson点漏 漏的话就是漏档案 可是如果你要写档出去的话 特别说 那就是什么 Jetson 这边也叫dump 有没有 Jetson dump 就是dump就写出去的意思 OK 那特别说 那你像讲说 Jetson有漏 有漏加s 那如果说你今天dump 有没有dump s 跟各位讲有耶 dump如果加一个s的话 就是dump 如果没有s的话呢 就是写出一个档案 那如果dump加一个s的话 是写出一个字串 OK OK 这应该可以懂 我刚开始发现 对 他这个命名方式还蛮 蛮好理解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他 OK 就大家很直觉 一个 漏就是漏档案 dump就是输出档案 那如果加s的话 就是漏一个字串 dump s的话呢 就是输出一个字串 OK 那当然呢 这边的写法 可能同学会比较不太习惯 因为这个写法 跟我们之前存档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 假设老师我把它改成 我们之前的写法的话 你们可能会看得比较懂 不过我们之前的写法是三行 三行的话 F等于什么呢 等于open 所以其实写 你们可以顺便比较一下 因为这个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写这样 就是F等于open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dump它 所以这个写在这里 dump 那这个output file就是F OK 然后最后记得还加一个什么 把那个档案关掉 F等于close 因为这个写法你们可能会 比较习惯一点点 有没有 OK 那上面的写法跟下面的写法 其实最后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 你会发现 写法就会有不同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就要你写上面那种 因为考试就是标准答案 就是填控题 OK 那如果你平常自己写 看各位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写下面的 因为我已经写了N遍了 所以你每次都想到下面的方法 上面的方法 等于是多一个with OK 然后s一个物件名称 就把那个物件名称放在后面 记得最后要加个冒号 它差别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最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那如果你把它dump出去的话 如果假设没有错误讯息 理论上 在我们根本部 就会多一个right.json 那你把它按右键edit一下 看看里面的东西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档案 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于就是像类似开放资料 它类似就像这样的方式可以呈现 所以你们当然可以试试看 找一个csv档 有没有 然后呢一样可以把它dump出去 变成一个json 所以刚好颠倒 是不是前面我们讲比较多 是json转csv 那如果csv要再转回去json的话 有没有办法做到 OK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前面有做过很多练习吗 csv 那如果你现在要dump出一个json 那 有没有办法很快把它做出租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刚刚的这一题 所以主要重点就是 如果未来你会有输出 API 其实就是json 格式的需求的话 那这一题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参考 那比较重要就是说 那个 它的形态 当这个外面是大瓜糊 不会像刚刚那一题 有没有 所以你甚至可以反向试试吧 请你把101那一题的csv 再dump回json OK有没有 那怎么做 像刚刚不是有四个栏位的csv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你帮我不要存成csv 你再帮我把csv转成json 然后让人家可以做存取的话 那该怎么改 也许改的话 外面也许是一个串列 然后里面就也是字典 或者是外面都字典也OK 你们可以试试看 反正 存档的格式就是json 试试看 这是 可以 有没有 该 programme 有 dicht 祝福